我的泥粉汤 我以为说还有一家小吃是不能错过的 因为其实离家泥粉汤走 大概两分钟三分钟就到了 不用 其实只要三十秒 走没几步路 就能发觉另外一家巷弄美食 四个肉园 四个四神汤 带走 在竹笼内是每天现做的清蒸肉园 点完之后直接拿出来 上桌式 热腾腾的温度 这真的是在地的好味道 那它是蒸的 老板特别跟我们说明 这是屏东潮州的口味 雪庸再来米 清蒸出滑嫩外皮 内馅是新鲜黑猪肉 像它这个皮 其实基本上是入口即化 人们觉得吃到嘴巴里面 它就化开了 对 不会太厚 然后这个肉呢 就是很扎实的 好吃到让吴四瑶总是一次点两盘 虽然内馅以瘦肉为主 但很有存在感 吴四瑶最爱搭配特制的酱汁 一罐加碗 还有另外一罐 有些我觉得 甜辣椒会太甜 它是一点点咸的味道在里面 就是甜甜甜甜 特别推荐 有些朋友来这里 因为老板真的是不惜重本 你看他这个弄得这么的 好多好多 这个蒜泥 蒜泥 好香 连酱料都用心 而四神汤也是招牌 汤头清澈不油 有淡淡酒香 你有时候会吃到一种四神汤 觉得它味道没有煮进去 水水的 对 那肉丸翁这一间的四神汤 就会觉得 吃的觉得就整个身体暖和 而且然后觉得很补 里头加了满满的薏仁和大肠 薏仁煮到软而不烂 保留口感 够完汤同样口感扎实 虽然是铜板美食 但吃得饱又吃得巧 难怪让吴思瑶念念不忘 记者 陈远传 林剑志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